菲律宾拒绝台湾人入境 第一时间外交部却完全状况外 就连总统蔡英文也只是要外交部宣传 台湾与中国的不同 对于菲律宾立场要硬更要反制 让外交部再上火线说明 这个是菲律宾卫生部的片面的决定 不代表菲律宾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决定 外交部只称菲律宾内部平行间公投有问题 传出菲律宾卫生部中 有些亲中官员 是这次中国透过WHO向卫生部施压的着力点 菲律宾如此不尊重台湾 我方也会硬起来 准备至少7项反制措施 包括取消对菲律宾试行的免签证 取消菲国移工来台申请 双边驻地代表返回 停止台飞农鱼业科研合作计划 停止台飞航权谈判 以及高层的经贸招商交流 海巡主舰队也会加强海上边界执法 有方案也做了准备 但是我们要先看菲律宾的内阁的会议 他们的结果 他们所做的一个决定 完了以后我们会依据这个结果 来拟定适当的一个回应 菲律宾也会反制 因为它也会有其他的 你说我要一共不让他进来 他也可以宣布他不要进来 他不见得一定来你这里 他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的机会多的是 菲律宾将于13、14号召开内阁会议 决定是否开放台湾人入境 服务高层也做好沙盘推演 台飞外交关系会不会再度降到冰点 就看菲律宾政府如何决定 华文新闻 亮文浦 黄运晨 台北报导 酒他们的工程productor 今年我想始 Quốc一月